我和我老婆从校服到婚纱 是众人口中的佳话 人人羡慕的一对金童玉女 然而 一切都在那对鸳鸯镜 出现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这是一对拥有神奇力量的青铜骨镜 需要两个人同时照镜子 一个人会变美 而另一个人则会变得丑陋无比 从此 她越来越美 不可方物 短短不到半年的时间 就成为了炙手可热的大网红 受到无数粉丝的追捧 光芒万丈 而我 原本俊朗的脸庞不在 越来越丑陋 就像一个怪物 每当我看到她美丽脸庞上的笑容 我又会觉得 自己所付出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直到 她受到她曾经偶像的蛊惑 为了那个男人 亲手挖出我的心脏 夜幕降临 如同乌鸦的羽毛般漆黑 满天繁星闪烁着微弱的光芒 今晚是某英平台的 十周年庆典晚会 尚未开始的会场 已经热闹非凡 在后台的角落里 众多网红美女 身着华丽的礼服 脚踩高跟鞋 她们的美丽与星光交相灰映 令人目不暇接 其中有一位爵士美女 如同鹤立鸡群 她就是大网红柳如烟 柳如烟 真是人如其名 她的美丽仿佛是一种艺术 一种天赋 让人在惊叹之余 也感到一种深深的自卑 在她的衬托下 其他美女都黯然失色 如同配角般默默地站在一旁 她同时也是我的妻子 我戴着厚重的口罩 身着清洁工的制服 一边借着拖地的机会靠近她 一边默默地注视着她 我揣在怀里的鸳鸯镜里有一道 女生用只有我能听得到的声音 恨恨地骂了一句 李一舟 你个呆子 呆得无可救药 但我充耳不闻 无比珍惜这难得见到柳如烟的机会 贪婪地盯着她 也许是我看得太如神 一不小心 手中的拖把碰到了她亮闪闪的高跟鞋 她尖叫一声 美得不似真人的完美面孔上 神色像吃了苍蝇一样难看 这一声不仅叫回了我的思绪 也引来了会场的负责人 她是一位中年男子 身材肥胖 满脸横肉 看到我闯了祸 她立刻像一头愤怒的野猪般冲了来 你这个臭保洁的 干着点活都干不明白是吧 拿着老子的钱就这么干活的 能干就干 不能干就滚 她的声音在后台回荡 引来一片侧目 我默默地低下头 任由她的辱骂如暴雨般倾斜而下 心中却是五味杂陈 曾经 我是211高校的光荣毕业生 担任过上市公司的主管 风光无限 然而 如今的我却只能长期 丑陋的面容在这里默默脱地 忍受着别人的辱骂和嘲笑 肥主主管一边骂我 一边跟柳如烟陪着笑 柳小姐 真不好意思 这个宝洁不懂事 我马上就开了她 宁消消火别生气 柳如烟 那个美丽而高傲的女子 玫瑰色的漂亮唇瓣 吐出恶毒话语 开除她有什么用 弄脏了我的鞋子 你赔得起吗 我的这双鞋 你这种底层人 一辈子都买不起 我没敢说话 怕她认出我的声音 柳如烟见我跟个哑巴一样 顿时更生气了 用纤细手指着我 你这种清洁工一条命 都比不过我鞋子贵 赶紧过来 把本小姐的鞋子舔干净 不然有你好看的 一旁的肥主主管听了这话 连忙殷勤地推了我一把 见我不动 她一个巴掌扇到了我的脸上 伴随着清脆的巴掌声 我的脸被打得偏到一边去 脸上戴着的口罩 也随之脱落 顿时 周围响起了一片稀奇声 那些原本对我视而不见的网红们 此刻都瞪大了眼睛 不可思议地看着我 甚至有些胆子小的女网红 还惊叫了起来 因为呈现在她们面前的 是一张奇丑无比的脸 这张脸上坑坑洼洼 大片皮肤露在外 比车祸现场还可怕 两道长长的伤疤 跟蜈蚣一样 爬在眉毛的位置 鼻子和嘴巴像被什么东西磨平了 根本看不出人样 主管毕竟是个男人 她反应过来后 立马厌恶地擦了擦手 像是碰到了什么脏东西 而那些网红们 则纷纷举起手机 对着我不停地拍摄 仿佛发现了什么 新奇的事物一般 他们一边拍 还一边对着我指指点点 绩效不已 你们快看这怪物 长成这副模样 真是前所未见 一个穿着花哨的男主播嘲笑道 旁边的人纷纷附和 他们的眼神中 充满了惊异和戏谑 你说她是个人吗 怎么长这么吓人 不会是什么畸形吧 他们把我当成 她最爱的 就是我的这双丹凤眼 他们仿佛能洞察人心 深邃而迷人 但现在 这双眼睛看向她的时候 她像被癞蛤蟆触碰一般 毕之不急地扭过了头 我记得 在使用那面镜子之前 她曾对我发誓过 无论我变成什么样子 她都会爱我 可是现在 她的眼神里 只有厌恶和惊恐 肥珠主管 见了柳如茵的态度 挥手叫了两个人高马大的保安来 你个丑八怪 快点儿给柳小姐 把鞋舔干净 不然你今天 别想完整出这个门 我自然是不肯的 但那两个保安的力量 以我现在 虚弱的身体 根本就无法反抗 我被她们反捡双手 双膝跪地地按在地上 周围那些网红纷纷起哄 像都一只狗一样 对我奚落嘲笑 我仰起那张丑陋的脸 把最后的希望 放在我的妻子 柳如茵身上 一夜夫妻百日人 我们做了七年夫妻 她多多少少 都会纪念一点恩情吧 可是让我失望了 她坐在沙发上 抬起穿着银色高跟鞋的脚背 精致的下巴高高扬起 等着我去舔干净 她鞋子上的污秽 那一刻 我的心彻底沉入了谷底 我也曾年少春风得意 是众多女孩子爱慕的对象 但繁花万朵 我只为她折腰 她沉迷于虚荣的网络世界 于是我拼尽全力工作 应酬到位出鞋 只为能赚取更多的金钱 满足她的挥霍之欲 她热爱美丽 因此 我甘愿让自己变成了 人人厌恶的怪物 只为成全她的美丽梦想 然而 现在的我 却已沦落为 一个被人肆意嘲笑 随意见她的怪物 我的妻子 那个曾誓言 要爱我一生一世 至死不渝的女人 却在一旁 冷漠地看着我的痛苦 我知道 今天我违抗她的意愿 出现在这里惹她生气了 为了让她原谅我 我可以做任何事 甚至是在众多网红 和镜头的拍摄下 低着头 用丑陋的面貌 去舔她的鞋子 我的舌头触碰在 这时 我揣在怀里的那面镜子里 发出一道 只有我能听得到的悠悠女声 傻子 你后不后悔 她是万众瞩目的红橘 而你是爬在地上 给人舔鞋的丑八怪 这镜子名为冤阳镜 柳如烟也有一面 两面除去雕刻的花纹不同以外 其他一模一样 她的是央镜 我的为冤镜 自从得到这面镜子后 我就时常能听到 镜子里的女人讲话 但奇怪的是 柳如烟并不 知道镜子里 这个女人的存在 似乎 这个女人 只会在我的正面冤镜里出现 我不再琢磨 只是在心里回到 是我太想她 没有听她的话待在家里 这是对我的惩罚 我不怪她 听了我的话 镜子里的女生气急败坏 不理我了 见她不再说话 我松了一口气 这对镜子来源诡异 是我从老家的柜子里翻出来的 我对她的来历和目的 一无所知 但也是她改变了 我原本平淡温馨的家 平日里 我对她抱着静而远之的心态 我深深低着头 承受着他人无情的嘲笑和议论 能舔到柳小姐的鞋 真是她的荣幸 像她这种丑八怪 这辈子都不可能 有跟这种美女接近的机会了吧 你们快看 她像不像电影里的蜥蜴人 一旁野猪主管的三白眼 也咕噜噜地转了一圈 插话道 能舔柳小姐的鞋 是她几辈子修来的福分 这根本就算不上什么惩罚 要我说 干脆等下柳小姐上台的时候 让她当个人瞪 这么一搞今晚的热度不就来了 人瞪 人身上都会觉得这是一种侮辱 柳如烟怎么可能同意这种要求 还没等柳如烟说话 一到清朗的男生就传了过来 喂喂喂 都围在这里干嘛呢 看猴戏呢 听到这个声音 原本围在我身边的大小网红 都给她让出了条路 这位压轴出场的是 名叫佟星河的男网红 凭借帅气的长相 和有钱的身份火遍全网 因为有着高超的撩妹技术 被万千少女看作男神 柳如烟曾经也不例外 在她还是普通人的时候 就疯狂迷恋她 我们的温馨小家里 到处都是佟星河的海报 她每天都会守在电脑前 看着佟星河在镜头前谈笑风声 仿佛她已经成为了她生活的全部 为了引起佟星河的注意 她甚至不惜花费我们所有的积蓄 三百万 为她疯狂地刷礼物 我的父母朋友都劝我管管她 但我不在意 毕竟 他们之间隔着网络 又不会发生什么 就算被人说是绿帽王八又怎么样 钱没了还能再挣 只要她喜欢就好 但现在 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最宠爱的妻子 一改面对我时的尖酸刻薄 她完美的脸上 换上一副楚楚可怜的表情 胶滴滴地上前挽住了佟星河的胳膊 星河哥哥 这个清洁工把人家的鞋子弄坏了 人家正在处罚她呢 你说让她给人家做人瞪怎么样啊 听了这话 佟星河俊美的脸上长眉一条 上下打亮了我一眼 来了兴趣 人瞪 这主意好 肯定能为如烟你吸引一大波流量 看着在璀璨灯光照耀下 宛如一对逼人的他们 再看看光滑瓷砖上 导映出我吓人的模样 我的心沉入了谷底 第一次 我不顾柳如烟不许在 其他人面前表现出我和她认识的命令 开了口 用我不负清亮的沙哑声音质问她 如烟 你真的要听这个男人的话 为了流量这么对待我吗 佟星河长眸一眯 偏头看向柳如烟 如烟 这个丑八怪叫你如烟 叫得这么亲密 难道你们认识 柳如烟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 白皙无暇的脸上浮现一抹惊慌 她厌恶地看了我一眼 连忙否认道 怎么可能 你可不要误会我 星河哥哥 人家从身到心 都是只属于你一个人的 这种丑八怪 看我一眼都不配 我失望地听着她说的话 心如刀割 七年夫妻 日日夜夜 换来的竟然是我挚爱妻子 与我撇清关系 那我因为她变成这副 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 是为了什么呢 我怀中的镜子 看到这副场面 反而开心了起来 那道女生嘲弄道 看到没有 李依舟 这就是你的妻子 你为她换脸 换来的是她和情夫 双宿双飞 你就是个乌龟王吧 后不后悔 心不心痛 只要你说你后悔了 我就能帮你哦 我没心情理她 我的心中 仍然对柳如烟 抱有最后的期待 谁知她未曾正眼瞧我 转身便全然依偎在 童心河的怀抱中 那双层对我充满厌恶 与不耐烦的秋水明眸 此刻却洋溢着 娇羞与爱意 只为她而绽放 这一幕刺痛了我的双眼 令我心如木石 我曾为她赴汤蹈火 只要她所求 即便是天上的星辰 我也会竭尽所能 为她摘下 从前 她半夜突然想吃新鲜水果 我不顾一切的 在凌晨三点 穿越城市的繁华与寂静 只为将那份甜蜜 送到她的唇边 她向往浪漫 我便将我父母 留给我的遗产卖掉 只为给她一场盛大的婚礼 让她成为人人羡慕的新娘 我可以容忍她的一切任性和无礼 但我却不能容忍她 爱上别的男人 这一刻 我顾不上她对我不许在 公共场合表现出 和她认识的警告 我忍不住上前一步 拉住柳如烟的手 质问道 如烟 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了 你真的要连我最后 做人的尊严都要剥夺 让我去做人瞪吗 俗话说 同行是冤假 柳如烟作为网红圈的完美女神 自然树敌众多 她拥有无数粉丝和流量 让其他网红早就极度不已 现在他们看到我这个怪物竟然 疑似和大网红柳如烟扯上关系 各个都拿出了十二万分的八卦精神 一双双眼睛紧紧盯着这边 想要找出柳如烟的黑料 然而 柳如烟听到周围人的窃窃私语 仿佛被毒蛇缠身 她猛地挣脱我的手 语气厌恶至极 你不要再胡言乱语了 我与你这种怪物没有任何关系 她长长的美甲 在我的手背上 划开了一道长口子 我的手鲜血淋漓 但这都比不过我的心痛 怪物 她竟然叫我怪物 这两个字像尖锐的箭矢 深深地刺入我的心脏 在我尚未从震惊中回过神来时 童星河带着疑惑的声音 打断了我的思绪 哦 真的吗 我看她的反应可不像是跟你不认识 柳如烟那张如同人偶般精致 的脸庞立刻换上了讨好的神色 她转向童星河 急切地撇清 真的 星河哥哥你相信我 我怎么可能跟这种 人不人鬼不鬼的东西有瓜葛 我盯着柳如烟 玫瑰花瓣般柔嫩的唇 脑子里一阵模糊 不敢相信 这是我至爱的妻子会说出的话 童星河狭长的双目里 挑起一抹戏谑 我不信 除非 你证明给我看 听了这话 柳如烟像是得到主人赦免狗 连忙道 只要星河哥哥你愿意相信我 让我做什么都行 童星河上下打亮着我 眼中闪烁着恶毒的光芒 她命令道 我要你用胶带缠住她的脸 别让她这张怪物一样的脸露出来 影响示容 我本以为柳如烟 我的妻子会犹豫 会心疼我 谁知她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但凡是星河哥哥你要求的事情 我都会做到 一旁的肥猪主管 早就缠妹地找人拿 来了胶带 柳如烟拿起胶带 一圈一圈地缠在了我的脸上 我的脸很快就因为胶带的累积 变得亲子 原本就难看得不成人形的脸上五官 都被绷在一起 压长了一团 不像是人的脑袋 反倒像是颗肉球 看着这样的我 彤星河轻蔑地扫了我一眼 然后拉着柳如烟离开了后台 周围的网红们 纷纷举起手机对我拍照 闪光灯不断闪烁 让我连眼睛都睁不开 阵阵窒息感淹没了我 我真的以为我会死在这里 但好在 某英的十周年庆典要开始了 他们这些高贵的网红 也无暇估计我这个小丑了 网红们纷纷整理着华丽的服饰 渴望以最完美的姿态 展现在镜头面前 伴随着优雅音乐声的响起 我被两个保安驱赶着 如同一个卑微的道具 被赶到了舞台下方的位置 而柳如烟早已挽着佟星河的手臂 为接下来登上舞台领奖做准备 以他的咖位自然是排在第一个出场的 他穿着一双银色高跟鞋 鞋跟尖尖 优雅地衬托出他的脚踝 下一刻 尖尖的鞋跟深深地刺入了我收落的脊背 痛得我想要蜷缩起来 然而 我刚刚晃动一下 就被他更用力地踩住 他踩着我的背 和佟星河一起 登上了闪耀璀璨的舞台 舞台下 我匍匐如牛马 舞台上 两人万千光芒急于一身 携手而来 台下 他们的粉丝阵阵欢呼 我刻得星河如烟CP成真了 把我死了 真的要死了 姐姐好美 哥哥好帅 居然能让我们的同大浪子收信 不亏是我们的柳如烟女神 我心中冷笑 这对兼父孕妇在台上接受祝福 而我这个真正的正牌丈夫 却像个奴才一样 跪在这里给他们当脚踪 镜子里的女人 似乎听到了我的心声 再次诱惑到 不甘心吗 愤怒吗 痛苦吗 只要你愿意把你的心脏给我 我就可以让你可以取代他们 获得一切 这一次 面对女人的问题 我深深犹豫了 因为在这一刻 我对柳如烟的恨意 的确压过了爱意 可是我忘不掉 我们青梅竹马 两小无猜 她就像是我一点点精心培养 浇灌出来的花朵 我舍不得她受到任何风雨 我年少时发过誓 不会让任何人伤害她 即便是我自己也不行 这多年来 保护她 宠着她 这已经了我深入骨髓的习惯 我不能背弃我的誓言 璀璨的灯光下 各大网红齐聚一堂 晚会拉开帷幕并实时直播 在这众星捧月的时刻 柳如烟却以一种 出人意料的方式登上了舞台 引发了众人的好奇与瞩目 主持人忍不住向柳如烟 提出了这个问题 请问柳小姐 今晚的出场方式 真是别出心裁 能和我们分享一下 背后的故事吗 妆容精致 美艳绝伦的 柳如烟扬起了 小巧白皙的下巴 高傲地回到 我也没办法这个人 是我的狂热粉丝 说他愿意做我一辈子的奴才 我就给他这个机会了 我是说过这样的话 那是因为他说 想做一辈子的小公主 而我想一辈子待在他的身边 如今却被他以这样的方式 在全网直播下讲出来 让我颜面无存 主持人笑着打了个圆场 哈哈 果然不亏是柳小姐 魅力确实无以伦比 晚会进行到了高潮阶段 主持人正要问他 和佟星河的关系时 一个穿着白裙子 披头散发的漂亮女人突然 在众人都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冲上了舞台 白裙女人手里 拿着一个塑料瓶子 手脚并用 带着无尽的恨意爬上了舞台 她的嘴巴里 含昏不清地喊着 每一个字都充满了痛苦和绝望 佟星河 你这个渣男 你害死了我们的孩子 你不得好死 去下地狱吧 喊完这句话 他把瓶子里的东西 一股脑儿地 泼到了佟星河的脸上 当时 这位在镜头前 从来都是翩翩公子 形象的大网红 发出一声杀猪般的惨叫 他缩起身子 不顾形象地在舞台上满地打滚 他的脸 那张曾经让柳如烟倾倒的脸 此刻已经被浓硫酸侵蚀 鲜血流了满地 一旁的柳如烟 被吓得呆住了 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 他尖叫了一声 扑到了佟星河的旁边 他看着被毁容的佟星河 第一反应 居然不是怪那个疯女人 反而是怨毒地冲我发火 你这个没用的丑八怪 为什么扑得不是你 反正你都这么丑了 再丑一点又有什么关系 我麻木地听着他的责骂 心中却有一丝莫名的快意 出了这么大的事故 晚会的负责人 自然不可能袖手旁观 很快 呆住的众人手忙脚乱的 把精神不正常的女人 拉下台去 救护车呼啸而来 带走了面目全非的佟星河 这场晚会是全网直播的 事情很快发酵 一时间 某音平台上的热搜榜上 一连串与佟星河和柳如烟 相关的话题层出不穷 网红佟星河被女粉丝 泼浓流酸毁容 渣男佟星河 柳如烟狂热粉丝 为爱做人等 佟星河和柳如烟疑次官宣 神通广大的网友们 又漂亮的富婆 佟星河自然是不会放过的 她施展出浑身解数 最终让这位富婆陷入了情网 跟她上了床 有了孩子 然而佟星河这种人 又怎么可能收心 女人怀孕后 她很快又和漂亮女粉丝搞上了 被女人撞破后 女人跟女粉丝打了起了 孩子在这个过程中流掉了 自此以后 女人就一直精神不正常 而佟星河仍然做她的大网红 和各色美女暧昧 丝毫不受影响 我站在病房的角落里 看着全身缠满绷带 再知道佟星河的渣男本性 之后居然觉得她半点错没有 在她眼中 佟星河的渣男行为 似乎都可以被原谅 而那个精神不稳定的女人 却成了罪人 错的都是那个精神不正常的女人 不过就是失去了一个孩子 居然就这样伤害她的星河哥哥 她像24校好媳妇一般 围着佟星河转 多么温馨的画面 受伤的男人 不离不弃的女人 不知道的还以为 他们才是一对夫妻 可我这个真正的丈夫 却从来没有得到柳如烟这样的待遇 曾经在我的身体 慢慢变得腐烂丑陋时 柳如烟捏着鼻子 嫌弃的让我不许睡在床上 在我买来的婚房中 我被赶到阳台去睡 只因为她觉得我会弄脏屋子 现在我之所以会在医院 当然不是因为柳如烟想起来 她还有个丑八怪丈夫 她叫我来 是为了让我替她照顾佟星河的 她自己也知道 请护工来照顾佟星河 的话很可能会泄露她的真实情况 但自从她嫁给我以来 从来都是食指不沾阳春水的 她根本就不懂怎么照顾人 而且皮肤被大面积腐蚀的 佟星河又需要人精心照顾 这时她便想起了 我这个丑八怪丈夫 我是她的老公 她却让我照顾她的情夫 哈哈 多么可笑 但我还是来了 因为我不想让她 跟佟星河单独相处 我这个举动 气得镜子里的女人不断嘲讽 你可真是心胸大度 从来没见过原配伺候小三的 你头上的青青草原 都能跑马了 跟了我这么久 镜子里的女人 也学会了一些现代用语 我觉得有些好笑 也充满了嘲讽 但我没回她 我的心中仍然抱有柳如烟 会回心转意的妄想 因为她对我沉默 李一周 只要你好好照顾星河哥哥 等她康复了 我就不跟她再联系了 为了这个更像是谎言一般的沉默 这几天我不仅白天晚上的 守在佟星河身边 还要忍受佟星河 因为受伤而显露出的本性 那个叫李一周的丑八怪 滚过来给叶接尿 她的伤不好移动 一日三餐和排泄 都得在床上解决 这几天都是我给她端食擦尿的 我拿了个矿泉水瓶子 走到她床边为她接尿 没想到 佟星河居然故意偏移身体 顿时腥臭焦黄的尿液 淋了我满头满脸 看到这一幕 一旁的柳如烟 扑斥一下娇笑出声 星河哥哥你好坏啊 她不仅没有生气自己的丈夫 被如此对待 反而还夸赞侮辱自己丈夫的人 尿液从我的头发上滴落 我感觉自己全身发冷 心脏冷地停止了跳动 我沉默着去卫生间收拾好自己 诸如此类的事情 在这几天经常上演 古代卧星长胆 应该也不过如此了吧 每天对我来说 都是痛苦的煎熬 我像是他们两个之间的第三者 但我还是忍了下来 因为我相信 只要我好好照顾她 柳如烟就会履行她的承诺 不再与她联系 这是我唯一的希望 也是我坚持下去的动力 转眼间就过了半个月 在这半个月里 我任劳任务地照顾柳如烟和她的男神 但浓硫酸造成的腐蚀和烧伤 让皮肤碳化 不断地流着浓液和黄水 这些让佟星河痛苦无比 而每当她难受的时候 就会变本加厉地折磨我 如果单单是面对佟星河 我当然不会忍她 柳如烟对我说 星河哥哥都那么痛啊 你让着她不是应该的吗 想到她的承诺 我便不断地告诉自己 再忍一忍 很快我就会得偿所愿了 谁知 一天晚上 许久没有动静的鸳鸯敬礼 但女人突然问了我一个问题 李一舟 你的爱情值得你付出一切吗 换做以前 我当然会毫不犹豫地 给出肯定的答案 可是现在 我回忆着柳如烟的所作所为 我不确定了 曾经在我心中 被我奉为女神的女孩 去掉滤镜 好像一直都在伤害我 我为了她失去了工作 还有健康的身体 甚至还要被人如此欺辱 这一切真的值得吗 然而还没等我想出结果 我便感到脑后被重重地击打 紧接着 我便昏了过去 人是不行 当我再次醒来的时候 我发现我被五花大绑 他们还没注意到我已经醒了 按照那面镜子的说法 只要挖出她的心脏给我吃下 我就能恢复原样 甚至比原来更完美对吧 我就是靠那面镜子变美的 镜子里的怪物说 那个丑八怪有颗痴情心 把这颗心给那个怪物 星河哥哥你就会成天下最英俊的人 柳如烟和佟星河的声音 我死都不会认错 我没想到 柳如烟居然连她最大的命名 都告诉了佟星河 她对这个男人的信任 居然超过我这个 朝夕相处十几年的丈夫 我控制不住地睁开了眼睛 映入我的眼帘的 是婷婷玉丽 美得不似真人的 柳如烟和一身病号服的佟星河 柳如烟修长白皙的手中 拿着我在瑞士亲手为她锻造 象征我们爱情坚真的大马式格刀 见我醒来 柳如烟还有些犹豫 你真的要这么做吗 星河哥哥 现在的直皮技术已经很成熟了 我觉得你可以靠手术恢复的 这话一出 原本还能勉强维持 平静的佟星河再也忍不了了 她唯一完好的眼睛 瞪得像牛一样 整个人呼吱呼吱喘着粗气 她冲柳如烟大喊 你就想让我一辈子 当个丑八怪是不是 你不是爱我吗 不是说可以为我付出一切吗 现在就是你为我付出的时候啊 柳如烟被吓到了 不敢相信自己印象里从来 温儿如雅的男神会这般对自己 也许是知道自己现在的形象 太过猙獰 为了达成自己的目的 佟星河转而换了一副温柔的面孔 如烟 我只是想以最完美的模样 跟你在一起而已 难道你不想以后我们幸福生活在一起 白头偕老吗 听到佟星河的话 柳如烟不再犹豫 她抛到了最后一点良心 她蹲下身来 用这把我亲手为她锻造的刀 缓慢而决绝地伸向我的胸口 这把刀我曾经反复锻造几百次 锋利无比 很轻易地就划破了我的胸腔 在我的胸腔里翻搅 痛 极致的痛让我想要叫出声来 可我的嘴巴被堵住了 我只能一点点感受 刀子在身体里翻搅的感觉 连同我的灵魂一起 这样极致的痛让我的爱意 随着血液一同冷却 最后 我的心脏被挖了出来 鲜红的一团 她躺在柳如烟修长白皙的指尖 无声地向她诉说着 曾经我对她的爱意 几滴血溅到了她雪白的脸颊上 让她看起来有种诡异的美 像吃人心的妖精 这个没有心的妖精 眼角留下了一滴泪 可这滴泪存在的时间只有一瞬 紧接着 她便把这颗痴情 心捧到了她所爱之人的面前 后面的事我就不知道了 因为我的意识消散了 最后一秒 隐约间我听到了一个女人的叹息声 世间居然还有这样痴情的傻子 也罢 也罢 全当我也是个傻子 今天当一回大善人 奇怪的是我居然并没有死 我像具尸体被丢弃在阴暗的下水道里 胸口的位置传来的刺痛让 我真切地感受到我还活着 我把手伸进衣服里 发现我身上那面冤镜碎得不成样子 这时我才注意到 我身边多了一个漂亮女人 这个女人宽袍广秀 云并花颜 角角如明月 世间所有的美好都无法用来形容她 不同于柳如烟那种虚假的完美 她的美灵动而大气 无人可击 我一下子看得呆住了 女子看我这副呆滞样子 扑斥一声笑了 你这个傻子 死了一回也不长记性 还惦记着女人呢 她这一笑 四春日满树桃花绽放 我不由得红了脸 一时之间也就没注意到眼前这 女子的声音和敬钟女人分毫不差 还是女人先受了笑脸 严肃地对我说 李一舟 你现在还能活着跟我说话 全靠奴家为你碎了本体 但奴家只能为你维系两年的时间 我们现在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接下来我要说的话你听好了 看她这么严肃 我不由得也认真了起来 我的心都被PO出来了 正常肯定是活不下来的 既然是你救了我 那以前的李一舟就死了 你说什么我都听你的 听到我这番保证 月娘四十满意地笑了笑 既然你我已然在同一艘船上 那奴家也不瞒着你 说着 她便将一切娓娓到来 根据月娘所说 她本是作为一个穷苦书生和 小姐定情信物的一对鸳鸯镜 后来渐渐生了灵智 可是死物生了灵智也不是好事 那书生背信弃义惹得小姐迭血而死 到死之前 手里都还握着所谓的定情信物 而小姐死时怨气缠身 以血为墨 写下 切不曾背信弃义 只不知郎君真心何处 连带着鸳鸯镜也发生了诡异的变化 她可以吸收一个人的精气反补另一个人 但前提是 两人必须有一人是真心爱另一个人的 国往今来 月娘见过无数痴男怨女 一开始都是愿意为爱付出一切的 可没有人能见到自己逐渐衰老 另一半却越来越美丽 而不感到后悔害怕的 最后反悔被鸳鸯镜所吞噬 只有我这个天大的傻子 为了柳如烟什么都能干 而鸳鸯镜所求 只不过一颗痴情心而已 这也是我能活下来的原因 只是要让我和月娘永远活下去 一颗痴情心还不够 还需要让复心人有个悲惨的结局 打碎那面殃镜才行 在月娘的帮助下 我的身体不仅重新焕发生机 外貌也变得完美不似真人 报复柳如烟 现在已经成为了我的执念 但想要报复柳如烟 那么就得有足够的资本 可我之前为了她 丢掉了上司公司主管的工作 存款也被她挥霍光了 现在除了婚房 我一无所有 或许 我可以尝试效仿柳如烟 以这张脸为媒介 踏上网红的道路 为自己积累足够的资本 现在当务之急 是从这个废弃的下水管道里出去 当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爬了出去后 又发现自己手机摔坏了 身上又没有现金 而且 我被抛尸的地方有些偏僻 无奈之下 只能靠双脚走回市区了 我足足走了几公里 双脚走得血润模糊 但幸好 有月娘陪在我身边 给了我走下去的动力 由于月娘没有实体 所以只有我一人能看到她 每当我对着她说话时 在外人看来 就像是我对着空气自言自语 再加上我一身衣服破破烂烂 满身鲜血 碰到我的人都以为我是精神病 吓跑了不少夜跑老哥 当我走回市区后 只觉恍如拙逝 一切都是那么熟悉和陌生 我也算是重生了一回的人了 这一次 我不再做柳如烟 无下线的舔狗 我要为了自己和月娘而活 我随便找了家手机修理店 把手机送去修理 说来好笑 店主看到我整个人都下得哆嗦 差点报警 但可能怕我这个一次精神病 杀人犯的变态突然爆起 还是咬牙给我修好了手机 最后连钱都没敢跟我要 手机修好以后 我先去洗了的澡 买了身衣服 把自己打扮成正常人的模样 当我换好衣服出来的时候 服装店里的女店员和女顾客 都不住地打量我 直到我走出店门都还在观望 甚至有一个清纯的年轻女孩 跑到我面前 羞涩地问我 你好 小哥哥 能跟你要个微信吗 我微笑着婉拒了她 原来 外貌真的对人的影响这么大 以前我丑陋难看 众人便避之不及 现在我脱胎换骨 大家就变得热情友善 怪不得柳如烟 这么狂热地追求完美外形 当我打开手机后 我才发现 距离柳如烟和佟星河 这对狗男女将我挖心 投射那天 已经过去半个月的时间了 网络上的风向 再次发生了扭转 佟星河先是将吃掉 我心脏后变得 更加完美的容貌 发布视频展现出来 她的容貌变得更加英俊 皮肤光滑如丝 仿佛是一个完美的艺术品 丝毫看不出 被浓硫酸腐蚀过的痕迹 接着 她开始倒打一耙 雇佣大量的水军 在网络上散布谣言 说那个穿着白裙 纯真善良的女人 是一个精神病患者 她所经历的一切 都只是她的幻想 她甚至声称 自己从未线下见过她 那个无辜的孩子 也不是她的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不明真相的网友们 竟然真的被她的谎言所迷惑 现在 网上铺天盖地的热搜都是 柳如烟同星河天作之河 柳如烟同星河 盛大婚礼即将举行 全世界都在夸赞她们 是如何般配 各种祝福她们 那个白裙女人 还有我 被这两个人遗忘在了角落 成为了她们所谓 爱情的牺牲品 她们心安理得的遗忘 可我做不到 现在的网络世界 只要你有一张好看的脸 就算你什么都不会都能火 凭借我这张改头换面 无可挑剔的脸 再加上我的游戏技术 我一跃成为 网红界炙手可热的星星 在我精心的运营 和月娘的帮助下 我的名气节节攀升 而我也在为复仇而做准备 我通过网上各种线索 顺藤摸瓜 找到了接近男省首富的机会 男省首富名为曾南山 是个气质儒雅的中年男人 虽然我在网上 是个炙手可热的网红 但跟人家的身份地位相比 根本不算什么 这种人物 平日里根本没有我们 这种普通人 能够接近的可能 还是靠着月娘的能力 我才制造出了 和她偶遇的机会 在交谈中 我提起了她的女儿曾温馨 就是那个白群女人 曾南山轻飘飘了我一眼 那双戴着细闻的眼睛 似乎看透了一切 怎么 你跟那个网红有仇 想借我的力量报复她 我心中一惊 但好在我跟她的立场相同 很快就维持着镇定反问 难道曾先生就能拜拜 看着自己的女儿受委屈 曾南山审笑一声 虽然我的女儿不成器 没脚好 但也不是什么阿猫阿狗 都能欺负的 等着吧 有那个狗东西好看的 听了这话 我像吃了一颗定心丸 连忙说道 我和曾先生的目的相同 也许我们可以合作一下 曾南山上下打量我 最后吩咐助理 将一个誉盘给了我 拿到这个誉盘后 为了确保在柳如烟和佟星河 的婚礼上送出这份大礼 我和月娘开始了 紧锣密鼓的准备 我和月娘也在这个过程中 渐渐加深了对彼此的了解 我们的关系 在这种相处中 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她将一切对我合盘托出 当初其实是她告诉他们柳如烟 我很好奇 她为什么最后会选择救我 明明她已经得到了那颗痴情心 可以脱离鸳鸯境的束缚 化为尸体 可每次说到这里 月娘都不肯说出答案 最后月娘还是经不住我的询问 她的芙蓉面迎上一抹红韵 眼神钩子一样扫过我 毕竟像你这种傻子不多了 死了怪可惜的 听到她说我是傻子 我心里一点也不紧 反而有种麻酥酥的感觉 这件事情以后 在曾南山明里暗里的推波助栏下 再加上我和佟星河 走的都是颜值路线 我们两方很快成了生死冤甲 一直冲突不断 各自的粉丝也是掐得热火朝天 两边都摩拳擦掌 准备正面来上一场 在各方推动之下 这个机会总算是来了 我跟佟星河连线打上了PK 刚连上直播间 佟星河就不屑地对着直播间的观众说 就她这种弱鸡小白脸 能有什么实力啊 我一个能打十个 她的直播间粉丝纯度都很好 一时之间弹幕飘的都是 哥哥好帅 啊 我死了 我们星星就是最强的 干随对面 一堆人都在争先恐后捧臭脚 这让她更加洋洋得意起来 看到这一幕 我的粉丝们也按捺不住 纷纷催促我尽快开始PK 我保持着得体的笑容 示意他们稍安勿躁 然后平静地回应道 有没有实力可不是吹出来的 等下看真本事 我俩都是游戏主播 那么今天就直播单挑如何 三个人投定胜负 输的人鞠三个弓 大喊三声我是废物 你敢不敢 面对这样的挑衅 童星河自然是坐不住的 虽然她走红 凭借的是脸和撩妹 但怎么说 她也是个游戏技术主播 她就不信自己 打不过我这样一个小白脸 因此童星河 信誓旦旦地映下了 并且说了一句 谁不敢谁是孙子 听到她答应了 我心中暗笑 在我上学的时候 我也是个游戏天才 不然我也不可能 当得了游戏主播 只是以前 因为柳如烟的依据 喜欢打游戏的男人 都是废物 所以我才慢慢放下游戏的 但没想到 柳如烟的这句话 只针对我这个甜口 面对是游戏主播的童星河 她却满嘴的哥哥好帅 我甩甩头 不再回忆恶心的往事 以我自身的水平 再加上月娘的暗中相助 童星河怎么可能打得过我 很快 这场我自信能够 稳操胜券的单条就开始了 我们不约而同地 选择了对抗路 都选择了需要手法的站边 开局我很细节地 买了一件不甲 出门跟她换血 经过几轮兵线博弈 她的血线被我压得很低 但她这个英雄 也还是有一套单杀的能力的 她在用残血诱惑我 而我也在等 等一个一击必杀的时刻 我瞅准机会 一个预判闪现上去 拿下了她的一血 拿到了这么大的优势 接下来的游戏就很简单了 甚至根本没用上月娘 我就轻松拿捏了她 这场单挑 以我凌风童星河为结局 当时童星河一张脸仗得通红 她的粉丝们也不再叫嚣了 我们这场PK的热度迅速攀升 成为了某英热搜的焦点 在数百万网友的见证下 童星河败给了我 而且输得还如此惨烈 此刻 她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如果不履行赌约 她将面临全网的嘲讽 但如果履行赌约 她又无法放下自己 长久以来被捧关的面 我们就这么僵持着 最终 在我戏谑的目光中 童星河还是屈辱的鞠躬三次 大叫了三声我是废物 喊完 她就光速下了波 自这以后 我就和童星河彻底结了仇 两方粉丝战争激烈 在网上不断掀起一阵阵骂战 时间如白居过戏 很快 就来到了柳如烟和童星河的婚礼当天 两人都是有名的大网红 这场婚礼引起了全网的关注 规模庞大 全程网络直播 足以称得上是一场世纪婚礼 这样盛大的婚礼 我这个前夫哥 当然要送上祝福惊喜了 我带着月娘来到婚礼现场 送了五个花圈以表祝贺 童星河看到我这个死对头来了 还是在他的婚礼上送花圈 当即就叫了安保要将我赶出去 但我怎么会放过这个看好戏的机会呢 我故作不解 都说来者是客 今天还是童哥你大喜的日子 怎么这么没有度量 要把客人赶出去呢 被我这话一架 在众多摄像头下 童星河有些吓不来台了 他冷哼一声 我倒是不差你这一顿饭 就是有些人可别没命吃 我继续维持着虚伪的笑容 那就不用童哥操心了 今天可是你和柳小姐大喜的日子 你们的好日子在后头呢 说完 我就带着只有我呢 看到的月娘找了个好位置坐下 而童星河 一双狭长双目里闪烁着阴毒的光 不用想 我就知道她在打什么主意 我表面装作若无其事 背地里让月娘偷偷去看童星河 想搞什么幺蛾子 结果居然是俗套的下药 今天这场婚礼全网直播 童星河想要让我出丑 以此来小姐上次对我鞠躬自辱的愤恨 我的酒水里被加了迷幻剂和兴奋剂 这两样针对神经中枢的药剂 会让我短暂失去理智 变成发狂的疯子 本来我就不打算吃他们的喜 有月娘在我就更不可能中招了 种婴得婴 种果的果 这份苦果 我自然要让她自己吃下去 好戏马上上演 很快 婚礼正式开始 我坐在台下 看着那队 狗男女穿着洁白婚服互相拥吻 笑得满脸甜蜜 笑吧 不知道等一下你们还笑不笑得出来 婚礼在四仪的主持下 进行到了喝交杯酒的时候 我看着被童星河喝下去的那杯 加了料的酒 心中满笑 接下来就是新郎与新娘接吻的时刻 全场的气氛 在他们拥吻的一瞬间 到达了高超 思议也是不时时机的 让后台开始播放 新郎新娘的甜蜜视频 结果 出乎所有人预料 那昂贵的超大头影幕上面 出现的居然是一个中年 秃顶男人和一个漂亮女人 跟两条蛇一样 交缠在一起的画面 而那女人美艳的面孔 也随着视频的播放 呈现在众人面前 赫然是今天的主角 新娘柳如烟 这下子 原本是来拍摄 记录婚礼的各大网红记者 跟见了鞋的鲨鱼一样 兴奋地开始拍了起来 这回营销号可有素材了 柳如烟也算是做了件好事儿 婚礼出了这种事故 思议自然不可能袖手旁观 可投影仪却坏掉了 无法关闭 这一切当然都是我和月娘做的 其中也多亏了曾南山的帮忙 说实话 在查到这些视频之前 就连我都没想到 柳如烟会跟榜一大哥 还有其他金主们上床 毕竟 他是那么爱他的星河哥哥 我还以为他们情比金奸呢 台上一身白色西服的童星河 喝了加料酒以后 本就精神亢奋 看到这个画面 脸色顿时变得铁青 忘了维护在镜头面前的形象 抬手就给了柳如烟一巴掌 你这个婊子 破烂货 敢背着老子给老子戴绿帽子 柳如烟捂着被打肿的脸颊 双眼含泪地跪在舞台上 抱住了童星河的大腿 不是的 不是这样的 星河哥哥你听我解释 事情真的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他话还没说完 就被童星河一脚踹开 这一脚用足了力气 柳如烟直接被踹到了舞台下面 磕破了脑袋 我和月娘就静静看着他们狗咬狗 一嘴毛 心中有种报复的快意 以前不管柳如烟怎么对我 我都没有碰过他半个指头 现在他最爱的星河哥哥这么对他 他应该满意自己的选择了吧 原本大家以为 这就是这场婚礼最劲爆的时候了 警察来到了婚礼现场 指着童星河说 我实名举报 有人强奸未成年 外家偷睡漏睡 说完 他将童星河诱骗多名未成年 少女粉丝的证据一股脑地举证出来 而放映屏幕上也不是时机的 切换成了童星河每次事后 都要强迫女孩夸赞他男性特征的画面 整个会场的人看到这一幕都憋不住笑 这笑声更加刺激了精神有些恍惚的童星河 他变得失去了理智 将内心阴暗见不得光的想法 全部说了出来 童星河恶狠狠地瞪着那个 一笑任他拿捏的单纯姑娘 嘴里不甘不敬地骂着 你们这群婊子就是贱 随可几句忽悠你们 就能心甘情愿跟我上床 所有女人不过就是我的奴隶罢了 勾勾手指头你们就全都上钩 骂完他似乎还觉得不够过瘾 又试图对女孩施行暴力 但被跟来的警察制止了 谁也想不到 这居然平日里在镜头 面前风度翩翩翩的童星河 居然是这样的人 他的那些粉丝们看到今天的表现 不知道会是什么感受呢 警察最后核对了一下身份信息 带走了童星河 多行不易必自闭 他和柳如烟这对渣男贱女 还真是匹配 今天这场婚礼 真是一出精彩的闹剧 婚礼上发生的一切 如同野火一般迅速传遍了网络 原本还在期待浪漫婚礼的CP粉们 此刻都被这突如其来的炸弹炸梦了 微博 朋友圈 论坛 到处都流传着柳如烟和金主私混的视频 柳如烟的名声是彻底臭了 以前接的各种广告 纷纷要求他赔付天价违约金 而他的新老公同星河 强奸未成年 和偷睡漏睡的事情证据确凿 进了监狱 背叛了八年 以前的他还有我这个傻子 任劳任怨 甘心付出 现在的他只能靠自己了 柳如烟也是能狠得下心来 直接转行做起了色情主播 曾经风光不可一世的大网红 如今只能靠擦边和打PK 来维持流量和热度 有一天 在我的特意操作下 我连卖PK匹配到了柳如烟 柳如烟穿着一身低胸衣服 整个人有种风尘感 直播间里的大部分人 都在说着乌言会语 他看到我 眼睛一下子就亮了起来 冲我抛了个媚眼 嘴巴里发出甜蜜的声音 这位小哥哥好帅啊 不知道小哥哥想看什么 唱歌跳舞都可以摇 我看着他这富浪模样 心里一阵反胃 曾几何时 他在我心中是无暇又美好的纯白花朵 现在 他却像一个廉价的女之女 在网络上摇尾起怜 但我面上并没有表现出什么 只是假装温柔地说 你开心就好 我都不介意的 直播间的粉丝们 都支持一下人家小姐姐 听了我的话 柳如烟更兴奋了 因为我完全不同于 之前跟他连卖的猥琐男人 也没有因为他以前的经历 而对他抱有一样的眼光 我的出现对他来说 不亚于一束温暖的光 自从这次以后 我们经常连卖PK 面对我这样温柔 帅气的男人 柳如烟很快就迷恋上了我 就像他之前爱上童星河一样 我的粉丝们 都对我居然和柳如烟 这种女人牵扯在一起而不满 但我不在乎 因为我有我的目的 这天 在一次连卖PK中 柳如烟向我表白了 我听完以后 内心毫无波澜 只觉可笑 但我旁边的月娘去吃醋了 不得已 我只好安抚她 让她为了我们的目的忍一忍 屏幕另一边的柳如烟 还在等着我的回复 我淡淡地开口 如果你愿意做我的狗 现在趴在地上摇尾巴学狗叫 我就答应你 听了这话 柳如烟不仅没有觉得是侮辱 反而很开心 她一口答应了下来 好 只要我做到了 你就愿意做我男朋友是吧 我强忍着恶心点了点头 看我给予了肯定 柳如烟整个人 都进入了一种亢奋的状态 当初 她为了童星河什么都能做 如今 对着我这张更完美的脸 她自然也是百依百顺的 她居然真的发出直播预告 晚上八点在直播间 伴小狗求爱 当晚 从我汪汪叫 一边叫还一边故作魅惑地摇摆着身体 这副神态活脱脱就是一只发情的狗 我看着她 看着这个曾经让我放弃尊严 百般讨气欢欣的女人 觉得她也不过如此 从这以后 柳如烟被我摆一摆顺 我约她在当初 她挖出我心脏的荒地见面 听了这个地点她有些慌乱 但在我解释想玩点刺激的时候 她便娇羞地答应了 夜幕降临 我换上那件岑背 丢弃在废弃下水道中的血衣 借助化妆技巧 重现了我曾经那丑陋的面貌 在那片我被挖出心脏荒地上 静静地等待着柳如烟的到来 今晚的月亮被乌云遮挡 周围的一切都被笼罩在一种 朦胧而神秘的氛围中 为这个地点增添了几分阴森制打 但跟在我旁边的月娘却很兴奋 她不停地在我旁边转着圈圈 像个开心的孩子 连带着我心情也变得好了起来 很快 柳如烟就穿着一身 暴露的吊带短裤来到了荒地 她一边叫着我用的假名字 一边向我走来 我没有回应她 而是在她走到我身边时 猛然转身 顿时 柳如烟发出一声尖利刺耳的喊叫 颤抖着身躯向后退开 李一周 你怎么会在这里 周木子哥哥呢 你 你的心脏明明都被挖出来吃掉了 你怎么可能还活着 听到她的话 我笑了笑 这一笑 脸上的妆容往下掉落 让我看起来更恶心可怕了 你别管我为什么活着 我就问你一句 你落到这个地步 有没有后悔为了同心和杀掉我 柳如烟一改之前 面对我的另一身份 网红周木子的讨好神色 她仰起下巴 恶狠狠地对我说 你这个废物丑八怪 死了也还要缠着我是吧 信不信我让你再死一次 虽然早就知道她的答案 但我还是有些难受 我在位以前的李一周不值 一旁的月娘感受到我的情绪 走过来须须握住了我的手 给予我力量和温暖 她在无声告诉我 不要被过去所困扰 要勇敢地面对现在和未来 于是我深吸了一口气 决定不再与柳如烟纠缠 我擦掉脸上怪物般的妆容 用周木子的模样面对柳如烟 柳如烟像是受了什么刺激 发狂地喊叫 怎么可能 李一周你这种窝囊费 这种乌龟男 怎么可能是我的周木子哥哥 你去死啊 把我的木子哥哥还回来 这一刻 我这个曾经让他百般看不起的男人 居然变成了柳如烟求而不得之人 他的心中真正地有了回忆 虽然他的后悔不是对着李一周 而是对着现在这个完美的周木子 我再废话直接上前一步 从他怀里掏出了那枚央镜 然后狠狠地摔碎了他 砰 顿时一阵黑烟从旗上冒出消散 我身旁没有尸体的月娘 渐渐凝视了身形 柳如烟那张偷了我精气的脸 也在一瞬间失去了原本的完美 变得普通起来 他摸着自己的脸 疯了一样去捡镜子的碎片 试图把镜子重新拼凑起来 冤为羊 羊为阴 阴阳相合 补精化气 随着鸳羊镜的碎裂 我的脑子里也多了许多画面 我看到前世的我身为女儿身 为了嫁给众义穷书生 而跟父母高堂决裂 然后一身红色嫁衣的我 欢欢喜喜地嫁给了 前来求取的书生 然而 命运却对我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那书生竟然在科举中一举成名 高中榜眼 被权倾天下的丞相之女看中 要招他为序 为了追求荣华富贵和平步青云 他竟然狠心地背叛了我 他用白布捂住我的口鼻 让我窒息而死 在我生命的最后一刻 我依然紧紧握着那对鸳羊镜 眼中充满了不甘和绝望 不仅如此 我和柳如烟的 纠缠似乎跨越了几个世纪 我们的身份和性别不断变化 但我始终无法摆脱对他的执念 我们之间的孽缘 如同一场无法醒来的噩梦 让我陷入了无尽的痛苦之中 如今 随着鸳羊镜的碎裂 我与柳如烟几世的纠缠 似乎终于画上了句号 那些痛苦的记忆和经历 随着镜子的破碎而消散 仿佛一阵风吹过 不留痕迹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感觉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轻松和释然 或许 这就是命运的安排吧 让我在这前生惊世中 经历了如此多的磨难和纠缠 最终隔一解脱 前生惊世 灭缘纠缠 我与柳如烟几世的纠缠 多伴随着这对鸳羊镜的碎裂 而一瞬间消散 现在鸳羊镜彻底的碎了 缠附在上面的怨气烟消云散 原本被他裁补到柳如烟身上 这精气也回到了我的身上 一切都回到了正轨 童星河和柳如烟套着鸳羊镜 偷来的一切都还了回去 我也回到了最开始的样子 不算完美 但我和月娘都很满意 我不再管呆呆摊在地上的柳如烟 牵着重要拥有实体的月娘 和她一起离开了这片荒地 开始了新的生活 自那以后 柳如烟失去了她最后一丈的美貌 那些大哥纷纷离她而去 各种违约金让她过得穷困潦倒 各种争信都被拉黑 找不到工作 只能套出卖身体来养活自己 等到童星河出狱后 她以前除了一张脸以外 没有任何生活技能 找不到经济来源 因此她就只能像一只吸血虫一样 牢牢地扒住柳如烟 童星河本就是一个暴躁易怒的人 只是以往她为了保持形象伪装得很好 现在她破罐子破摔 稍有不顺心就会对柳如烟又打又骂 退去了以往的光环 柳如烟也不再对她痴迷 她尝试离婚和逃跑 但童星河除了以前那张脸什么都不会 现在她连那张脸都失去了 又怎么会放过她 两人互相折磨伤害 他们之间那所谓的爱情在现实 和物质下居然这么不堪一击 对比以前两人在全网沸沸扬扬的婚礼 真是让人感到讽刺 偶然间她被路人拍到 那张曾经风华绝带的面孔已经不复存在 取而代之的是面容焦黄 双眼无神 身材走形的中年妇女 而她身边的童星河 露出来的皮肤坑坑洼洼的像个癞蛤蟆 恶心又恐怖 溢入我的从前 而我 在看到这两个人的下场后 终于彻底放下心结 我牵着月娘的手 光明正大的走在阳光下 虽然我失去了那份虚幻的完美外貌 失去了万人追捧的网红身份 可我的内心反而平静又充实 由于月娘过于美丽的外表 我们总能听到路人小声的议论 那个男的肯定很有钱 不然怎么可能找到这样的大美女当女朋友 听了这话 全文完